《武林外传》这部经典影视剧早已深入人心 近日同款《武林外传》手游 也即将在6月1日公测 在期待这款游戏的同时 让我们来看看复联3的英雄们 在同福客栈中会以怎样的形象出现呢 与特工黑把副再加入同福客栈后 一改往日心狠手辣的形象 化身未夹然巧笑风情万种的寡掌柜 雷神托尔变身锤跑堂 后一旧帅气逼人 不得不说颜值碾压一切一样 古装的他多了一份风流倜傥 但眼神一旧透露出对外界的警惕 放下盾牌的美国队长颇有书生气质 拿起书稳的盾袖彩温文尔雅 以表堂堂 完全无法相信这层是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 飞红女巫化身为巫芙蓉后 仍旧具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家戏致 虽眼神冷酷无情 但面容娇好 相信遇到爱情后 那他也会和郭芙蓉一样 可以没心没肺的开怀大笑 绿巨人好客和李大嘴真是无缝衔接 李大嘴是一心想学养工 总想行侠仗义 但只要一出售就必是惹火 而绿大嘴每当情绪激动时 就会变身成拥有超能力的绿色巨人 并且同时具有超强的破坏力和抗拒意志 退去战衣后的钢铁匣 没了往日的骄横自大 穿上捕快衣服的铁补头 多了一份平易近人 十分随和 蜘蛛侠正义的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